各位老铁,今天我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大虎头的一个背毛结构 大虎头顾名思义就是像一个大牢 头大嘴粗 它从头顶一直到它身上乃至四肢 腹下 都是很短的毛 这样的一个形状称为虎头 那么虎头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在夏天的时候 容易好打理 背毛容易好收理 随便一收身上都是干干净净 清清爽爽的 这个是虎头的胀傲的一个特点 另外虎头胀傲还有一种特点 使它的这个叫声 沉着 浑厚 穿透力强 一般来说它丝形胀傲和虎形胀傲叫声还是有气氛 丝形胀傲会显得 有一点这个尖气 但是虎头胀傲的叫声 和吼声 它是粗矿既有突出力的 那么它的背毛结构 我就和大家说了 它是周身 上下 全部都是短毛 就代表四肢上都没有这个长毛 那么这样的形状称为这个虎头战壕 小家伙现在是8个多月吧 9个月 还没到9个月 他现在身体的发育程度是每个 角度都是长得非常好 性格也是很暴躁的 所以我给大家做了一条小肱帐壕 这条肱帐壕就像我和大家说的 小的时候 当时人家出了2万没有卖 前段时间人家又出了4万给我 我也没有卖 那么就是喜欢它的一个毛短 在咱们这个南方四样 要养这个短毛的 不能养长毛的 长毛的毛太多了 你到了夏天你不好打理 短毛就不存在 短毛 它随便用这个梳子一梳 身上 随时都是清清爽爽的 它不至于会引起形体上的一个形体差 无论是它幻毛还是不幻毛 它都是 表现这样的一个臂毛结构 这是虎头战壕的一个特点和特征 另外就是它的声音 声音是既有这个穿透力 浑厚 粗框 的一种吼声 就像一个大老虎一样的 嗡嗡嗡的那种声音 好了那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里吧 关注泰哥 你们想知道的知识我都会 及时在 作品里面展现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